NBA常规赛3月4日继续进行 最终 篮网以115比105战胜凯尔特人 篮网终结了4连败 首节开始 布朗独得9分率领凯尔特人上来就轰出 26比7开局 布里奇斯和奥尼尔迅速连中3分止血 但是司马特和怀特和利回进7比0浇灭反扑 首节战败凯尔特人以37比15 领先22分 次节上来 双方各自打出一波小高潮后 布朗再度发威连拿7分拉开分差 布里奇斯迅速连拿4分率队回进 9比0缩小分差 但是布朗再标中3分稳住局势 随后布里奇斯又里突外头连续得分 奥尼尔也接连篮下打进 一度追到11分 塔图姆迅速连拿4分 但是奥尼尔和布里奇斯又合力打出6比0追到个位数 半场战败凯尔特人以64比55领先9分 半场布里奇斯拿下21分 凯尔特人这边塔图姆14分9版 布朗21分 一边再战 布里奇斯和芬迷史密斯连中3分率队打出一波 19比6反超比分 各拿4分后 布里奇斯又连拿4分拉开分差 随后双方各自打出一波小高潮 布朗和怀特接连上篮得手缩小分差后 三节战败 篮王以89比84领先5分 莫杰开打 布朗上篮得手后 篮王打出一波17比4彻底拉开分差 塔图姆布朗和霍福德迅速合力打出7比0止血 各拿5分后比赛来到最后一分钟 篮王领先9分 双方各自投丢 卡梅隆约翰逊罚中两球终结了选念 篮王这边 芬妮史密斯17分9版 卡梅隆约翰逊20分 布里奇斯38分9版 克拉克斯顿2分12版三茂 丁威迪17分8注3段 奥尼尔10分6版凯尔特人方面 塔图姆3分8中林拿到22分13版 布朗35分5版 怀特16分 司马特13分8注3段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布米露